一席红色长礼服 成为李登辉的宝贝孙女李坤宜 玩着丈夫赵赞凯的手甜蜜亮相 红礼服是赵赞凯老板 红伟明与国内设计师 吕方志共同设计 造价百万且独一无二 完美衬托出李坤宜高调身险与优雅 好气质 今天辛苦大家了 谢谢大家 赵赞凯贴心护化 主动帮李坤宜回应媒体 在六星级饭店只席开27桌 根据中间新闻独家曲的画面 婚演现场入口处 简单摆上鲜花 以及告知宾客照理喜宴的小看板 里头没有搭建舞台 红地毯贯船会场 只有两桌是政治圈好友 包括台队党党主席黄昆辉 前考试院长徐水德 若南集团总裁尹远良 红龙集团总裁王文阳等 正商于机 在婚演开始之前 国安特勤进驻 避免有心人士在闹场 特勤出动机动指挥小组 加强婚宴为安 提升到现任元首层级 没有 他在后面还是继续 跟所有的亲朋好友合照 没有影响到 谢谢大家 李前总统 喇叭长大的小孙女 与夫婿赵赞凯 结束爱情长跑七年多 始终低调 总算开华结果 让李登辉完成心愿 牵着最爱孙女 瞧瞧的手 走上红毯的那一端 只有陈嘉豪 全英文 而是小组台北报道